你相信会有长翅膀的人吗? 在重庆盆水悬崖掘壁上就有这样一个洞穴 当地人称神仙洞 传说古代洞中有一秋姓道人 长着一双翅膀飞入洞中修炼 就再也没有下来过 后来有胆大的人 想打木桩进入其中 却摔了下来 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 也不知道道长去了哪里 只听说里面有仙丹和宝贝 却没有人进得去 于是带着好奇 我们决定利用钉盆的方式 进入其中以坦究竟 还有叫为神仙洞 神仙洞 还有啥子传说呢 他们行秋的一个炉子馆 分来手切 所以今天就不出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东 现在我是在重庆盆水 今天我们要去探索的东西 是叫做神仙洞 据传在古代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从这里长了这种肉翅膀 飞到里面去之外就没有出来过 这个传说呢 听老人讲的话也只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啊 他们也没有进去过 于是这个一个当地的粉丝大哥邀请了我们来这个地方 打到里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次是请到了一个张力的大哥 张大哥给我们做像的 再给我们带路 本次探索是三名队员 这边是户外阿子 户外仙津乙 户外小赵蒙 好 去前进洞穴就在这个崖壁上 严重上来啊 这边有很多这样的花花 特别的好看啊 这个山洞啊看起来特别的近了 实际上走的话还要走一阵 因为没有路啊 沿着这个小楼一直绕 才能绕到这个崖壁的下面 现在我们离这个悬崖是越来越近 看我在这里发现了啥 木幻子 这个是八叶瓜 这个可以吃 这种红色的就已经熟了 就在野外找到它的话 就很好的充斥着食物 这里还有一共 特别的甜 这是天然长好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嗯 吃呗 再一个是这个被鸟给咬了 它这里还有几只 还有几个 但是没有熟 我们现在继续前进 它这个 长虫了 我们当地叫八叶瓜 你们那个地方叫什么 应该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 但是说的都是这个东西 哇 嗯 好甜 吃这个东西啊 它不能吃这个嘴哈 它吃了之后要把酒给涂掉 吃它旁边那样的肉 好我们现在继续前进 哎呀 走了小半天了 终于是来到这个下风了 牙壁了 哇塞 大家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风罪看到没有 是一个风罪 不知道是风了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是两横 这里是一个小洞 看一下 这小洞口是一个死东道 就是一个盲道 没有路 现在我们这边走 今天我们探索的洞穴 就是在这个上面 大家看 这个地方有一排排这样的木桩 这应该是以前古人飞烟走壁的时候 打的这个木桩哈 看以前的人是从这个地方上去的 我们打算是从这边横切 钉盘的方式 往这个洞口进行一个探索 这个牙壁开边 把牙子没有 好多八月瓜 这个已经熟了吗 这个你吃了一口 这是从球圈吃了一口 一把它搬了就可以吃了 看到没有 这个八月瓜粉红色的 到达这个地方了 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做这个系统 往上进行 攀登 现在我们从第一保护站呢 开线呢 开了有两个小时了 然后开到了悬崖绝壁的半中间 这回呢 实际上刚好是要送这个挂费上来 挂费已经用完了 然后我们这个距离是在半中亚 半亚中央哈 你这个 风口的话 还有15米到2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绿宫 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好像特别的想要的 在这里提醒大家非专业人士 请来教育的制造一下 进行一个派源活动 然后我们都是在这个安全 身的保护下进行的一个拍摄 非常的安全 千万不要摸摆 我们现在就等待队友上来 继续向上进行一个探索 现在我们第二个人已经把这个挂片拿上来了 是换了一个人 现在继续再往这个洞口这个方向啊 继续开线 然后进到里面去进行探索啊 现在我们第二名队员了 终于是开到了这个洞里面了 神仙洞 这会儿天都黑了 从中午12点一直开到了这个晚上6点钟 马上带大家进入这个神仙洞内部啊 一探究竟 看看到底是何模样 现在我们朝 现在我们三个人都上来了 这个洞口的啊 有这个十个平方左右 这个洞墙 然后这里呢有一颗这个桑树 唯一的一个绿植 然后旁边有很多这个无绿植 啥东西啥东西 我们的装备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一脚登出了 这里是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 牙板 这个盖子 这个东西 像个盖子哦 这不是盖子吗 这不是盖子 登出来一个东西 这应该是个 铜镜 是不是盖子 对铜镜铜镜 看到没有 对有可能是个铜镜 这边是镜面 对 已经修成这样了 还好这里很干燥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很干燥 不然的话肯定是了 已经乱穿了 对 被我一脚登出来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 在哪里发现了 就这里 你看 这应该是铜的 铜的铜的铜的 这是个什么 肯定不是银的 这是个盖子吗 镜子吧 镜子 镜子 铜镜 看起来吗 看吧 都还有铜锈 绿锈 绿锈你看 铜镜铜镜 对啊 上面还有花纹 十二生肖好像是 十二生肖吗 有点像 我仔细看一看 不是 不是 是那种铜镜的蚊子 还是一类似的 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蚊子吧 应该 哦 对 这是少数民族的蚊子 有可能是清代的 满族的蚊子 这个不是小铁链 这个不是小铁链 有可能吗 苗纹 是什么的 我们吃 有可能是苗纹 这个吃着油 吃着油纹 哇操 嗯 算了 好 我们继续放在这里吧 放在这里吧 嗯 走走走 现在我们继续前进 我一走 哇靠好窄啊 哇 这个地方 七窍八孔的 大家看上面 这边还有冲呢 然后 全是这样的小孔 这应该是 以前形成的 以前这边有可能是海 水冲刷形成的 这也是水形成的 嗯 你看 这不处了 它都跑得进去了 这是个四对五块 是像个模型那种 以为是 我说了 没冻到了 就来看一下吧 没冻了吗 没冻了 特别的小说 太小了 行军说这个里面特别小 哎这里发现了一只蜆蜓 看到了吗 这不是蜆蜓吗 这是不是蜆蜓 也没有冻了 特别像蜆蜓 你看这个是蜆蜂 最好就是蜆蜂 应该是个蜆蜓 这就是一个蜆蜓 这是个蜆蜓 我靠这个像一块石碑 我提天 看 这个石头很奇怪 大家看这个石头 不像不应该存在在这 对这个不应该存在 这块石头像一块碑 我来看一下 那边有没有 没有 好重 这个好重 特别奇怪的一块石头 这个钉钉 钉钉吗 看一下 是另外一种钉钉 对的轻轻轻轻 看起来有了 有吗 有点诡异啊 有点诡异 我们现在也往里面爬一下 爬进去 看一下里面到底是啥地方 哇好窄 里面已经没有动到 哎呦好窄 这里进来只能刮到这个 太多了 哇 哇这里好多粑粑 进来之后呢 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动物的分辨 有点像果汁里 然后那里有个小洞 人钻不过去 感觉这个洞可能是通向外面的 因为它这个分辨偏大 不像是这个红白无数的分辨 所以说它这个小洞 有可能是通出去的 但是人爬不过去比较可惜啊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里面特别的在 这个小粒 可以在这里站起来啊 站不起来 可以站起来没路了 好窄啊 特别窄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往外撤吧 先撤出去 太矮了 现在我们从这个小洞里面爬出来了 这个洞穴 给大家看了并不深并不大 然后呢 这个传说是一个姓邱的道士啊 他长了一个肉翅膀 飞在这个洞里面来就没有下去过 但是我们上来也没有看到有人 这个骨头 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重景在这个石头下面 他可能真呈现了 这个可能是个传说这个不法考证 但是这个重庆呢 证明了这个地方啊 是有人类活动的 这边 这个 不值钱呢 我们把它丢在这个地方吧 然后本次探索啊 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是小赵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